大部分人的贫穷并不是因为他们懒惰 更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 大部分人的贫穷可能是富人的一种自主设计 我们普通人又如何突破这种自主设计 这个视频值得每个普通家庭看三遍 很多人以为教育是穷人最大的希望 但让他们一直穷下去 教育也是鞠躬自危 诺贝尔经济学奖德鲁班纳吉这样说 我们从小到大接触的都是统一的扩本 统一的升学标准 就连答案都是统一的 学校想让你成为一个平庸的人 因为他就是这样设计的 就是用来培养标准工人的 早在150年前科学管理之父泰勒 他改造了教育体系 就是为了向工业化时代输送大量工人 而这个体系已经沿用至今 标准和平庸已经深深刻在我们的脑海中 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 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的贫困 原本就是被设计好的 愚人驯化这个鲁池 最重要的方法是不能喂得太饱 一旦喂饱了 鲁池就会丧失下水捕鱼的动力 只要让他们始终处在一种半肌肉的状态 他才会心甘情愿的 一次又一次的钻进冰冷的水中 西方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论点 用法律来强制劳动呢 会引起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和反抗 而用饥饿来促使劳动 不仅是活平的 无声的 而且还能够持续不断去唤醒他们最大的干击 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 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的贫困 原本就是被设计好的 不管是奴隶制 封建制 还是资本主义制度 都要在顶层设计上阻止大部分人制服 但是问题来了 进入工业时代以后 科学技术的大发展 生产力的其大提升 物资就变得非常丰富了 让大多数人贫穷 显缘已经不太现实了 那么怎么办 通货膨胀就是一种很有效的方法 当你赚了更多的钱 我就多一年操发出来 让物价涨一涨 房子涨一涨 让你赚了的钱始终维持在一个 恶不死的状态 这就有动力继续奋斗 这就是通货膨胀 当然这个方法还远远不够 资本主义像普通人灌输的 一套价值体系 一套把消费水平和人生的幸福 化成等号的这种价值体系 在这种体系里面 人们消费欲望 永远得不到真正的满足 永远有更好的 更高级的商品在等着你 让你永远无法停下脚步 这就是富人为中产 和穷人设计的消费主义陷阱 让他们认为拥有更多 更高级别的 原本并不需要的这些商品 才是幸福 这也是当代中产 普遍陷入焦虑的最大原因 也是一部分中产 反评的原因 你听到的 你看到的 可能都是一个 让大多数人 永远疲语奔命 永不停歇的一个局 那么我们普通家庭 又该怎么办 其实穷本身 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激发这个负面的人性 这种负面影响下 又会产生恶性循环 我们要逃离 避免这种恶性循环 一定要从 以下几个角度去出发 第一个呢 就是千万千万不要接高利贷 因为这个制度的设计 对穷人是非常不利的 穷人为什么很容易 去接高利贷呢 主要的原因是 整个制度对穷人 非常不交好 因为穷人很难获得 低利率的资金 这导致他们 只能获得高利率的贷款 有些人可能是无法避免的 但是大部分人 他们如果为了 短期的这种消费 或者短期的这种计时满足 他去借这些高利贷 这个就捆了 洗劫他们此后 十年甚至一辈子的财富 陷于一种极大的 恶性凶化之中 我觉得这个糟糕程度 是仅次于痴迷赌博的 第二个呢 一定要突破自己的认知 因为所有的东西 都是源于你的认知 但是很多普通家庭 他认为上好的学校 就可以突破认知 我们刚才说 整个教育体系 其实是培养普通人的 或者是培养流水线功能的 这么一个教育设计 它本身就是培养普通人的 所以你一定要跳出 这样一个认知 一定要广泛的去阅读 我给大家引用两段 非常精彩的片段 第一个就是天道这部电视剧里 丁元英 他的女朋友要去赚一千万 他给出了最棒的一个建议 也是唯一非常有价值的一个建议 是什么呢 他说不要以求职应聘为主 那学位没有太大的意义 应该是什么有用 学什么 只要不影响创作经营 学它过十年八年的 而这句话正好是巴菲的活伙人 查理芒果一生推崇的一个思想 叫做跨学科思考 不要在乎什么专业或学科的界限 另外就是马斯克的一句话 马斯克说什么对你有用 就去学什么 一定要是需要的时候 就去学什么 马斯克说 我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 我而是为了做事而学习 就当你需要什么时候 你就去学它 你觉得什么有用 就去学它 自学的能力 好终身学习的这种习惯 我觉得是一个人要突破认识的 关键中的关键 也不是说你上了一个好学校 或上了一个国际学校 第三个重要的点 过去是我们说人穷自转 贫穷有时候会导致你的智商下降 这个稀缺 这本书里面 作者做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实验 如果你陷入了一种穷的状态时候 你的智商会下降 有些对很多事情的判断能力 也会下降 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这就导致很多穷人或普通人 他没有办法做出一个长期的规划 都是做出非常短的这种规划 所以那种短的规划 就是非常糟糕的 那怎样跳出这样一个陷阱 这里有一个非常宝贵的建议 就是一定要留有鱿鱼 有人说我本来就没什么钱 你叫我留点鱿鱼 留点钱出来 我以后做准备 这里我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 因为这个实际上 让你变得幸福 其实只有两种方法 第一个就是你的能力 大于你的欲望 第二个就是你的欲望 小于你的能力 要快速提高自己的能力 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但是你可以在瞬间把自己的欲望降低 这是一种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改变自己 把欲望降低 欲望降低的话 你就留有一个空间了 这时候你就可以重勇的去规划一些事情 大家一定要知道 真正的贫穷是什么 是你需要的远比你拥有的要多 这就是真正的贫穷 不管你有多少钱 但是你的欲望 如果远远大于你的所拥有的东西 其实你就陷入了一种贫穷的状态 那这个时候你的智商 你的判断力都是下降的 所以最好的状态 其实是留一点勇余 什么事情留于余地 不管你的时间 不管你的金钱 留于余地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就有个比较好的一种状态了 最后一点 也是我觉得所有的普通人 都应该去避免的 叫什么呢 不要在小概率事件上 浪费你的金钱或神秘 什么叫小概率 就是它的成功概率 只有百分之一 甚至只有万分之一 穷人也愿意在这万分之一的这种机会上 去赌上自己的全部身家 这叫什么 小概率事件 穷人或富人最大的一个区别 就是穷人永远在追求小概率事件 而富人在追求大概率事件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你看穷人喜欢什么 彩票 喜欢赌博 喜欢投机 喜欢炒股 我说的这个炒股不是投资 所以最后这一点 也是大部分普通家庭 一定要摒弃的 如果大家觉得新武讲的有道理 把这条视频转发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一起去突破 贫穷给我们带来的种种匮乏和陷阱 关注新武 了解财富背后的真相 感谢观看